大家好 《靈火天地》在去年的12月出了一本新書 就是《聖像話探秘》的第二冊 以東方禮的慶節作為主題 其中有13幅的聖像話是來自以色列境內 一個尼布林地方的珍福白端堂屏風畫像 早兩年都在聖母聖醫堂作過一支展覽 我們跟隨著Sisa Esther的學生 就按著這十多張慶節的聖像畫 這兩年大家嘗試做一些學習 學習寫作慶節的聖像畫 之後將自己的寫作編成了一本書 就是《這部慶節》 為了幫助大家利用聖像畫作為一個媒介 祈禱、欣賞、跟天主接近 我們都開始在YouTube上慢慢介紹 每一個慶節都介紹每一個慶節的背景 以及利用聖像畫作為一些默觀的祈禱 這裡我向大家介紹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也是在慶節的本書裡作為一個介紹的 其實聖像畫的默觀祈禱 大概可以參考聖賢俗讀的方式 拉丁文叫Legio Divina 其實聖賢俗讀在古代很早已存在 在四世紀的時間 有些忍修時在山洞裡已經有這種祈禱的方法 大家聚集在一起 在山洞裡其中一個人大聲浪讀聖賢 當時沒有書和文字都在羊皮手捲上 所以不是太多人識字 尤其是一個人浪訟 其他忍修的人或參與祈禱的人 就是聆聽 反覆透過聖賢、聆聽 他們便會默想、默觀作祈禱 這裡聖賢俗讀 大概上傳統來都分開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中毒 第二個步驟就是默想 第三個步驟就是祈禱 第四個就是默觀 默觀聖像畫可以參考聖賢俗讀的方式 當然還有其他方式 不過這裡提供一種途徑 讓大家容易比較掌握 因為聖像畫本身是反映聖賢 所以以這個圖像的方式 其實是更加立體地把聖賢的圖像 聖賢的內容 很立體地把這些啟示的內容呈現出來 所以當我們開始聖像畫默觀祈禱的時間 我們第一步當然是刑事的聖像畫 其中的內容和細節 其實這個步驟就是構成朗眾的一個步驟 就是Legio 只不過我們用刑事的眼光 用眼睛去碰觸這個聖像畫 就代替了朗讀 以下我們就介紹 大概用聖賢重讀的方式 去做聖祖默觀的 用一些脈絡簡單作一些解釋 首先我們跟任何祈禱一樣 我們做祈禱的時間 首先就是要準備好自己 能夠讓自己停下來 靜一靜,用幾分鐘 或者意識一下自己的當下 感受一下自己的身體 所謂現在很多坊間的Mindfulness 都可以幫助自己能靜下來 注意一下自己的呼吸 五觀的感受 都可以幫助自己停下來 去意識自己當下的一種狀況 有了這種觸覺之後 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覺得 將自己在二十分鐘後 三十分鐘後的時間 交託給上主 帶領我們進入祈禱 而接下來的一段時間 我們將自己這段時間 奉獻給主 在祈禱的氛圍裡 第一個步驕就是刑事 剛才剛才也介紹過 所以首先 因為這裡沒有文字 而聖像話本身是一種聖言的表達 所以聖像話墨觀祈禱 其實是需要對聖像話內容相關的 聖經背景有些基本的掌握 如果你自己不是太俗聖經的時候 你比較難去掌握聖像話內容 你的祈禱會打到折扣 所以你去默觀聖像話的時候 最好能夠先對聖像話內容有少少了解 對它所反映的聖經章節 有一些概念會幫助到大家 因為聖像話內裡 每一個細節和聖經章節都有相關的對照 有一些更進一步反映教會的傳統 甚至聖經沒有的主題 沒有的細節內容 聖像話可能也有所表達 所以聖像話墨觀祈禱之前 只能夠閱讀相關聖經內容 盡量明白聖像話所表達的涵意 有了這個基本認識後 才能夠容易進入聖像話的氛圍 好,那我們如何形式呢? 形式和中讀很相似 首先我們的眼睛和心神 會給很多內容和細節吸引 就像我們中讀聖言一樣 一個聖經章節可能有十個章節 可能很難聚焦某一個句子或詞語 不過通過你一次、兩次、三次的中讀 比較吸引你的字句就會慢慢浮現 看聖像話就一樣 聖像話內有很多圖案、人物、顏色、構圖 可能整幅畫都很吸引你 但當你花時間在那裏停留在聖像話 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內容 慢慢你會被某些內容、某個細節或某個部分所吸引 那時候你自己就停下來 而形式就是當我們的眼睛 就是把這個停下來的景況 吸引你的內容、吸引你的圖像 把眼睛的視線吸引著 而形式就是把眼睛連結著我們的心靈 就像比聖像話某個內容、細節或其中的人物、物件或圖案 或者其中的顏色 就會讓自己的視覺停下來的地方 讓這個圖像在你心靈之中沉澱 慢慢停留一下 看看這裏吸引你的地方是甚麼 這裏留意的可能是很多圖像 很多東西都在吸引你 不過你選擇當下最吸引你一個細節就足夠 這裏不需要貪心 就像我們讀聖言中讀一樣 我們只選擇一個短句 甚至是一個字、兩個字 這裏就是透過聖言、聖像話 聖神或聖靈對你有一份邀請 我們就停留在某個細節 所以在這個刑事的階段 我們單單聚焦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不需要刻意分析 這個句子、內容、人物或圖案 單單留意它觸動你 讓這份觸動連結你的心靈在這裏停留一下 所以你需要做的最重要是放鬆你自己 完全讓聖像話某個部分吸引你 讓聖神在這個祈禱之中繼續帶領你 好,我們慢慢會到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的步驟就是默想 這個默想就是讓星頭吸引你的地方 這裡的默想不是指如何解釋這個聖像話 例如畫、顏色、人物等內容 也不需要特別理會它有什麼教導 這裡就是讓畫中其中一個細節和內容 吸引你的圖像安居在你心中 而且留意它引發你的情感和思緒 在這個階段讓碰觸你的圖像 讓在內心反覆去細微和思量 這裡最重要要留意的是 我們像星頭所說的 我們不要理性和理性分析 最重要是開放自己 讓聖神進入自己內心去工作 最重要是留意一下自己的情感 先頭碰觸到你聖像畫的某些細節 你留意一下圖像是吸引你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觸動 這裡又勾起你有什麼回憶 甚至乎有些人物、事件或地方 在這個時刻透過聖像畫 你沉澱在關注的內容 在你心中浮現這些思緒或回憶 在這裡慢慢停留 花時間停留 亦都留意一下自己的情感 甚至乎是身體的反應 覺察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態 這個時候你可以慢慢沉澱一下 察覺一下自己的感受和思緒 和自己當下的生命有什麼關係 在這裡慢慢停留 特別留意一下 在這份情感之中 在這份思念之中 在這裡主對你有什麼邀請 這就是帶我們進入默想的階段 想像著這裡是主與我們一起 主角就是聖神 主角就是耶穌 主角是天主 現在你浮起的思念 這一刻主對你有什麼邀請 在這裡慢慢進入第三個階段 我們慢慢進入第三個階段 第二就是我們祈禱 祈禱就是與主交談 簡單來說就是 不過這裡不是我們平日 我們形式上的中讀的經文 這裡其實是讓我們真實的自己 想來到天主面前呈現與祂交談 就是先頭我們所說的默想浮起種種的思緒和情感 這裡注意一下交談不是自己去想自己的事情 交談就是一種互動 與誰的互動就是與主的互動 所以這裡留意自己不是自己一個人去想的事情 或者很單向地去說自己的事情 所以這裡留意主是與我們一起 我們與祂說自己的心事 心事的內容就是 剛才在聖像話 藉著聖像話回誡 你自己勾起你的思緒 勾起你的回憶 或者勾起你的評論 在這裡有些說話想與主分享 所以在這裡是與祂聊天 因為是互動的關係 所以你會留意主的回應 你留意一下主是如何靈寧和盈望你 在這個與主互動的過程之中 你當下有什麼感覺 甚至乎連這份感覺 也可以成為與主進一步交談的題材 所以這裡繼續與主交談 也留意主的回應 當然主是主動的 你未必察察覺到主的回應 在這個時候 你自己可以慢慢和主相處一下 和主陪伴你 在這個情況下 時常保持著與主有這份活潑的互動 第四個步驟就是默觀 進入祈禱的最後一個步驟 這裡是什麼呢? 這裡先頭與耶穌有個互動 與主有個互動 到這個階段 我們就是在主內休息的狀態 這個默觀意思就是 特定是指我們完全靜默 享受這份靜默祈禱的空間 單單是將自己的思緒情感 憂慮、掛念、渴望等等 在一份寧靜和安慰之中 體驗上主的慈悲安慰 配伴和護友 就是將自己在祈禱之中 體驗的種種呈現交道給主 這就是享受和處於我們商界 和我們接觸 接受祂的安慰 接受祂的陪伴肯定 這是一個親密的旅程 也是一個親密的時刻 所以這裡可以花時間 幾分鐘、五分鐘、十分鐘 按照你自己定下的祈禱時間 就要讓我們在這裡慢慢靜靜地 讓主陪伴 這就是默觀 到最後就是結束祈禱 通常我們用一個比較合適的方法 結束祈禱 其中一個是用天主經 結束聖像話默觀的祈禱 或者可以用自己喜歡的經文 這就是聖像話默觀的簡單步驟 希望透過這個小小的介紹 一個參考可以幫到大家 可以利用到聖然中毒的方法 加上刑事的一種觸覺 我們可以慢慢用聖像話來作一個奇蹟 好,主佑各位,再見 大家可以用聖像話來作一個拍拥 平坦還要來景點 我的奇蹟 靠來景點 感谢观看